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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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 再一次相聚在祂的脚前 一同来思想 失败其实不简单 这个题目 我们在前面的课程里面 已经从很多不同的角度 来探讨过关于失败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继续的来看一看 在我们失败以后 我们应该学习哪些功课 我们应该做些哪些事情 那我们说过 在我们失败以后 我们要勇敢的来面对 我们的失败 我们要分析我们失败的原因 我们要对着 从我们失败的原因里面 学到功课 我们要对着人 所做的错误 我们向人家道歉 我们要对着神 面前的亏欠犯的罪 我们要求神赦免 那我们也说到神 是何等的恩待我们 为我们预备了完整的救恩 那当我们从神那里 得到赦免以后 我们还要接纳自己 我们要赦免自己 不要自己再想办法 折磨自己 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 领受神的恩典 然后我们也必须勇敢的 甘心的承受 我们所犯的错误 带下的后果 那关于罪的后果这件事情 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犯的罪 是我们行动上的罪 我们有一些犯的罪 是我们心思中犯的罪 但是不管是行动上犯的罪 还是心思中犯的罪 都会带下后果的 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 因为他心里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怎样 这是真言二十三章第七节的话 所以我们心里面 有什么样的一个罪恶 我们怎么想的 最后这个罪 就会带出我们行为上的难处 那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行为上的这些失败 会带来相当可怕的后果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讲 一个人杀了人是要偿命的 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很多的罪恶都有很可怕的后果 其实我们看看我们一个人 如果你放纵你肉体的情欲 你不只是身体搞坏了 你所带来疾病 带来各样的痛苦是很多的 我们前面的课里面提到 有一对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怀孕了 他们怎么面对这个 没有出生的孩子呢 是把这个没有出生的婴孩 就宰了呢 去堕胎呢 还是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呢 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选择 这两个的后果 都是极为严重的 而且这个后果 不会因为他们去认了罪 会自然的消失的 圣经很清楚的提到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都在生死以外 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 格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 一个人犯了淫乱的罪 这个伤害不只是对着我们的身体 他对着我们的魂 他对我们的灵 他对着我们的人际关系 都有非常深的伤害 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大卫的例子 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一个人在认罪以后 在原谅自己了以后 我们在神面前 要很谦卑的承受 这个罪的后果 我们要求神在他的恩典和怜悯中 给我们力量来承受后果 我们也相信神有恩典 会带我们经过火一般的试炼 而让我们的人生 可以伸出比金金更宝贵的信心 好像彼得 在彼得前书五章六节那里告诉我们 所以你们要自卑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 到了时候 他必叫你们升高 今天我们在失败 在犯罪之后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学会 甘心承受这个后果 不要挣扎 千千卑卑的伏在神的面前 就结束这个后果 你越挣扎 你的痛苦就越多 你越伏下来 你的痛苦就会减少 而且神常常是在 我们肯服下来的时候 他超过我们所配得的 来帮助我们 所以一个人在犯罪以后 第一件要做的 整一个大的方向来想 就是要学习面对失败 那我们不只是要学习 面对我们的失败 我们一个人在失败之后 第二个要学的很重要的 全面的功课呢 那就是我们要说 我们从失败中 可以学到什么功课 如果你愿意接受失败 并且从其中有所学习 如果你愿意相信 失败是一个 化了妆的祝福 并且 我们可以从其中 把这个劣势 扳回为优势 有这样信念的人 你就拥有了一条 非常有力的成功因素 与潜能 有一个人说 我把人分为 学习者和不学习者 什么叫做学习者呢 就是那些人 当他们做了一件蠢事 他们 就不会再去做一次 当他们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们会更加努力的 再去做对的事 问题 不是在乎你失败 还是成功 问题乃是要问自己 你是一个学习者吗 还是你是一个 从来都不肯学的人 不错 每一次的失败 都有后果 虽然 神的恩典 虽然神可以救我们 脱离永远的刑罚 但是神实实在在 让我们承受了 失败的后果 这些后果 有的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是一次付款的 有的时候呢 却是分歧付款 但是不管怎么说 都不是好受的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 神不把这些后果 拿掉 是因为神要修理我们 或者是神恨我们 其实 这些后果也是神 表达他爱的一种方式 借着这些后果 逼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中 去学习一些 我们应当学的功课 就可以成为 我们生命中的祝福 有人说一个比喻 他说牧羊的人 在牧场上 围上一些有刺的铁丝网 不是恨他的羊 或者是恨他的牛 乃是爱他们 这些牛羊 因为碰到了 铁丝网上的刺 所带给他们短暂的痛苦 而保证了 他们能够活在安全的界限里面 所以 我们今天要问自己 在失败中间 我们要学什么功课 假如有一个公司 花了好大一笔的顾问费 请了顾问公司 来分析他们公司里面的管理 他们的营销 等到这个顾问公司 写了一大本的报告的时候 可是公司的经理人 连看都不肯看 就算看了 也不肯去改变公司的结构 跟公司的作业方式 那个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结果就是 钱是花了 可是对着公司的营运 是毫无帮助 如果 有人花了大笔的钱 去做了非常非常 仔细的健康检查 可是呢 等到健康检查 报告出来的时候 他完全不管 那些医生们建议 他生活方式的改变 饮食方式的改变 他完全自知于脑后 我们对着这样的人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对着前面所说的 那个公司 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人 一定说 真是有够笨的了 可是 想一想 在你我的人生中 如果我们受了许多的痛苦 因着我们的失败 我们尝受了失败的后果 可是我们却没有从其中 学到我们所该学的功课 那岂不是更笨吗 举个例子吧 一个不肯好好读书的孩子 拿着坏的成绩单回家 被父母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可是修理完了 第二天照样不读书 照样不好好的念书 不努力 一个开公司的人 一次一次事业的倒闭失败 都不能够改变他那种 超级乐观的判断力 一个人 因为在履历表上 作假 被公司发现 而炒了鱿鱼 到了下一次去面试的时候 又在那里吹牛夸大 一个公司的高级主管 上班的时候 在网路上看色情网站 被开除了 花钱去找心理医生 给他治疗 回到家里 也上色情网站看 有什么用呢 我讲了这么多例子 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就是说 我们要记住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逃避 失败的后果 但是我们肯定 可以决定 我们是否要从 这些后果中 努力来学习 我们当学的功课 而带下我们生命的改变 圣经中有一个字 它的英文字叫做 reproof 中文圣经有时候 把它翻作责备 有的时候翻作管教 这个是失败之后 我们所遭受的后果 真正的意义 真言中告诉我们 有两种不同的方式 一个人可以面对 这种的失败的后果 一个就是我们 从其中来学功课 另外一个就是违背 忽略 假装没看到 真言十章十七节 那里说 谨守戒毁的 乃在生命道上 伪弃责备的 便失迷了路 那个责备就是后果 就是reproof 十二章第一节 喜爱管教的 就是喜爱知识 恨恶责备的 却是愚蠢 或者是畜类 那个责备 就是后果 失败的后果 reproof 十三章十八节 弃绝管教的 他必自贫羞辱 领受责备的 必得尊荣 十五节 十五章第十节 舍弃震怒的 必受言行 恨恶责备的 必自死亡 二十九章一节 人屡次受责备 仍然印着景象 他必倾倒败坏 无法可治 这里这些经文 都一再地提醒我们 我们 有了失败 我们有了后果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从中间 得到教训 那我们怎么来学习呢 第一 我们要来准确的评估一下 自己的失败 有一个很好的评估方法 你要问自己的 就是说 这个失败 是长远性的失败 还是短暂性的失败 如果是长远性的 那么我的生命中 哪些地方需要改变 有一些失败是短暂性的 可能我们不应该改变 我们应该要坚持下去 我们就要问 我是否要坚持下去 我们还要问 这个失败 是全面性的 还是只是某一方面的 因为生命中某一方面的失败 不等于我们 生命中每一方面的失败 如果 我们这个人 今天所面临的失败 是全面性的失败 那表示我们生命的品格 有问题 我们要去研究 我们要去了解 怎么样去培养 来改变我们的品格 如果这个失败 只是某一方面的 一些错误的结果 那我们就来想一想 我们怎么样建立一套 预防的措施 让我们这个人 以后在这方面 少一些错误 第二 我们要认识自己 是非常有限的 你知道谦卑啊 绝对不是一直说 我不好我不好 那个不叫谦卑 谦卑乃是说到 我们这个人 真正的可以从神的眼光 看自己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自己不过是个人 是非常有限的 人生活在地上 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 当一个人认清了 自己的极限 他才会开始认识 神的伟大和美丽 失败 能够教导我们 知道自己 不会是不失败的 我们 借着 失败的 这个后果 痛苦 我们来 更深的 认识自己 不只是认识 我们的有限 我们也要认识 我们自己的优点 缺点 在哪一方面 我们才能够来 发挥自己的优点 我们才能够 避免 或者来补强 我们的缺点 所以一个人 借着这个失败的痛苦 在神面前 有很多的反省的时候 这个就成为 我们生命中 我们能够更深 认识自己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甚至于 有一些心理学上面 他们可以做一些测试 可以帮助我们 更多了解自己 也是有帮助的 我们还要学什么 我们不但要学习 怎么样评估 我们的失败 我们不但要学习 认识自己 我们要学习 接纳自己 是神特殊的 一个设计 你知道有的人 他从心里面的深处 就认定自己 没价值 不好 不行 他就是应该被人家弃绝的 他就是不可能得到神的祝福的 他就是生下来很笨的 很丑的 很令人讨厌 那这样的人呢 他为什么会有这么糟糕的自我形象呢 那当然很可能跟他生长的背景 就是我们所说的原生家庭 很有关系 譬如说 父母离婚了 有些孩子 就会认为说 父母离婚 一定是我的错误 是我造成的 譬如说 有些人 他从小是被他养父骂大的 那他的自我形象一定很坏 更可怜的是 有些人 可能在他成长的过程中间 他被他的亲人 或者被他的朋友 有性侵犯的伤害 那也会让他觉得 他自己没有价值 会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好 有的时候 有的孩子 他被老师在课堂上公开的羞辱 这也会在他生命中 造成很深的伤害 被同学们的嘲笑 还有 你知道我们身体上有一些特征呢 有的时候也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间 成为别人取笑的重点 你知道有一些 甚至于生长在很好的基督徒家庭 长大的人 因为他们考不上好的大学 或者因为他们做生意失败了 或者因为他们在工作上 被开除了 或者他们在婚姻里面失败了 甚至于 有些年轻人 因为一次恋爱的失败 也会变得对自己 完全失去了信心 我们经过失败以后 我们要学习 接纳自己 一个人的自我形象 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根据别人 对我们的态度 这是为什么在孩子小的时候 父母一定要保护他们 不要让他们受到太多 不好的伤害 不要让他们 因为别人看到他身体上的特点 或者他某一方面能力的缺乏 而成为别人嘲笑的对象 这种长期大量的嘲笑 很可能造成一个心理上 非常大的难处 这是为什么 最近几年在美国 基督教学校 或者是一些在家教育 Homeschooling 这样子长大的孩子 越来越多 而我们发现到这样子的孩子 他本身都有比较好的 自我形象 因为父母 可以保护他们 父母应该一直加强 借着鼓励 来对于 我们的孩子 自我形象的培养 有所帮助 使他们能够 在这个邪恶的世代 能够面对一切的难处 小孩子对着别的小孩子 身体上的特征 有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 是非常残忍的 那种的嘲笑 有的时候给人带来的伤害 是难以弥补 大部分自我形象差的人 都对自己的身体很不满意 也就是 对自己的能力也很不满意 因为这种的不满意 他们就缺乏自信 甚至于认为神不爱他们 不然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呢 可是我们要记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造我们的时候 我们受造是奇妙可畏 这是诗篇139篇告诉我们的 我们甚至要知道 神在圣经里面 他负责我们的健康 或者是我们的残疾 我们的缺陷 我们的聪明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一切神都负责任 出埃及记第四章11节 耶和华 对他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牙 耳聋 眼明眼瞎呢 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神把我们造成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神让我们的人生 经过我们人生的这些 特殊的经历 都有他的理由 当然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譬如说 我们的体重我们可以改变 但是我们基本的能力 和我们身体的结构 是神设计的 我们一定要相信 神这样的设计 是独特的 一定有一个独特的目的 神造我们每一个人 或多或少 也都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一些缺憾 其实这些缺点 很可能就可以成为 我们蒙福的特点 这些缺点也教导我们 虽然人看外貌 神却看热心 这些缺点提醒我们 我们要注重 我们里面的东西 因为神看重 我们的品格 不是我们的外表 在彼得前书三章四节那里 只要以里面 存着长久 温柔 安静的心 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 是极宝贵的 我们承认 一个长得漂亮的人 一个好的外貌 在某一种程度上 是有好处 但是 相对的 一个长得漂亮的人 一个好的外貌的人 在他人生中 这个外貌也可能给他带来许多的痛苦 和试探 不只是外貌如此 能力 也是如此 各样的聪明本领 是神所给的 不可自夸 如果神没有给 我们也不要抱怨 格林多前书四章第七节这样说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若是领受的 为何自夸 仿佛不是领受的呢 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 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 不要看自己 过于所当看的 要照着损给个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历史上有太多的人 因为能够接纳自己 感谢神所给我们的 而有一颗平安的心 他努力的把神所给我们的 充分的发挥 而且因为他单单的依靠神 他就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 在软弱人的身上 所显出来的杠枪 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是你造的 你造我们有特殊的目的 求你帮助我们 不只是认识我们的极限 也认识我们是属于你的 你在我们身上 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就让我们凭着信心 来跟随你 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 教训我们 我们一条心 他必将同地道路 因为血会被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言语 必处于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